娱乐圈女明星与富商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说不清道不明 因为富豪们贪恋女明星的美色,愿意为她们一挥千金 而女明星也看中富豪们口袋里大把大把的钞票 所以甘愿成为富豪们床上的女人 关之林1982年不顾家人反对,嫁给比自己大16岁 已结过一次婚的富商王国精 没过多久,王国精本性显露,昨日榴莲花丛 甚至这样评价说,像关之林这种女人 随便在大街上抓一个都比她强 没过半年,关之林就与王国精离婚 随后进入富商马清伟与陈美琪的婚姻 之后又与刘鸾雄相恋,导致刘鸾雄离婚 2007年45岁的关之林与台湾富商陈泰明同友泰国 能否修成正果至今还是个问号 张曼玉一生的情感之路离不开与富商的纠缠 1993年与地主商人宋徐奇相恋,之后被抛弃 2003年张曼玉又与王宝表的总裁相恋 但仅仅维持四年便结束 李嘉欣堪称富豪杀手中的杀手 初恋男友倪这人是富豪 接下来的男友无疑不是富豪 而她现在老公徐靖亨也是富豪 蔡绍芬因为母亲好赌欠下过亿赌债 不得不进入演艺圈帮母还债 然而刚刚出道根本就赚不到什么钱 无奈之下她被刘鸾雄包养 离开刘鸾雄后蔡绍芬与吴奇隆有过一段感情 后来跟内地小生章近结婚并且生下两个女儿 梁洛诗12岁进入娱乐圈 15岁签约英皇并签下四张离谱的卖身器 2008年与李嘉诚的小儿子李泽凯相恋 2009年未婚生下儿子 2010年再次生下双胞胎 无奈李嘉不能接受一个演艺圈的明星进入家门 最终以5亿分手费将梁洛诗打发 林志玲顶着台湾第一性感美女的称号 自然是富商们烈焰的对象 而第一个对她下手的便是洪海集团董事长 富士康CEO郭台铭 而现在林志玲的未婚夫是身家过亿的马桶王子邱诗凯 刘嘉玲纵横演艺圈除了抛胸漏乳吸引眼球外 跟富商们牵扯不清的关系也为她赢得了不少曝光度 制造了很多话题 她的前男友是李嘉欣的老公许靳亨 即使与梁朝伟结婚后仍不收心 依然游走在各大富豪的派对中 王祖贤一生情感不算丰富 但是相比于她跟齐情的马拉松是恋爱 以第三者插足林建月与谢玲玲的婚姻 令她背负着小三狐狸等骂名 在林志玲出现之前 肖强一直是台湾的第一美女 她的美貌令众多富豪垂涎欲低 90年代中期她曾被台湾电子大亨曹星成包养 随后又与多位富商交往 张晓慧堪称情场老手 身边男人从来没有断过 最疯狂时她曾与四个男人交往 虽然没有一个愿意跟她结婚的 但对于列曲富豪她却乐此不疲 至今虽年吃剑高 但仍然中悬于各大富商中间